金牌大間諜 她每一次都會覺得 國手怎麼瞬間無力 我就看到她的肩膀是 上下一高一低 她做什麼工作呢 接線小姐 她們拿電話會怎麼樣 拿電話會這樣 對 何必她有翹腳 胸椎到腰椎 是在旋轉的 她其實已經 她長期低頭 頸椎的正代已經蓋滑了 她還有腰椎的問題 長期就坐得很漂亮嘛 搖到腳 然後呢 所以她的腰椎還有滑空 老鼠腸膀沒強 你成功近點到八點腳起身 看那個女生 我很喜歡她 那天那是說大腿很痛 屁股很痛 接下來就是 我帶她吃起來 我們趕快給她補充足夠的水分 不然她可能就會變成 她的體系也起身 帶男朋友來家裡了 喜歡罵這個 我覺得這個 比妳上次帶那個體面多了 我也覺得 沈先生是不是 對 健鴻 健鴻 健鴻又對了 來 健鴻今天有新作品要分享 沒錯 就是阿清回家了 然後是中天的電視電影 就在中天電視台36頻道 會播出 就才問這個地方 對 在3月31號的晚上11點 這一部非常的沉重 因為是探討關於 陀瑞士症 還有霸凌跟死刑的議題的一部戲 我在這裡 其實我 就是妳 對 就是我 我就是一飾演那個 陀瑞士症患者的那個人 他怎麼演會像陀瑞士症 他是所謂的 就是他可能有出現兩種三種以上 有分聲音型跟身體型 那我在戲裡面 聲音型是所謂可能會有 會語症的 對 會語 合併症 會語症是 會語症會突然就是罵髒話 因為討略症就是有XX 就是這樣 誠哥 但是他不是有意義的 他是大腦機體的放電 有時候會搭配髒話 大家對他的可能會有異樣的眼光 但其實他的行為什麼智商都是正常 他只是會有一些 放電有一些很奇怪的言行舉止 大家會覺得他是不是不一樣 但其實他跟大家都一模一樣 我們不是說過嗎 你不要對人隨便放電對不對 這個疾病其實詳細的出現急轉 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認定說它是一個疾病 它是一個神經系統間結部分 到底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大致上有些人是說 純粹只是表情動作 有些人是眨眼睛 一直眨眼 有些人是扭鼻子 對 有些人是聳肩膀 有些就真的說莫名其妙發出怪聲音 上課發出怪聲音 甚至我們以前在大醫院 我們還要特別在附近的商家 開個研討會說 如果有人點餐點到一半忽然就 你好 我需要買一個漢堡 我要買一個漢堡 就中間如果夾雜了幾個類似髒話的 請那個店員不要太緊張 它可能是妥瑞士症的表現 所以有聲音的表現 也有動作的表現 基本上來講 有三分之一 可能學齡前到青春期左右 出現症狀 到青春期過後有三分之一就沒事了 有三分之一會 有三分之一會持續 但是好消息是 這些持續的人他有可能說 因為他年齡比較大 他懂得說 去做一些隱藏的動作 所以大致上來講 大家不要對這個疾病有錯誤的認知 錯誤的認知包括什麼 第一個 爸爸媽媽認為他是故意的 就一直打他 再來就是說 你中邪了 你中邪了 所以有這樣子的情形 還有另外一個是 旁邊的同學認為說 你這個會傳染 實際上妥瑞士症不會傳染 如果你有類似我剛剛講的那些情況 帶去給 孝兒 腦神經科的醫生做詳細的檢查 他是有可能慢慢減緩的 有三分之一是會慢慢減緩的 太好了 這一次四元界還有王娟 這都算很棒 很精采的演員 這一次也是 就是金歲獎的 會播出在華山的公典 但是票已經一票難求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電視上面收看首播 就是3月31號晚上11點 2個鐘頭的時間 金歲獎的閉幕影片 阿清回家了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OK 好 好了 觀眾朋友 今天有沒有想過 在我們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種習以為常的習慣 正在蚕食侵吞我們的健康 是哪些生活習慣呢 哇 小心囉 你我常見的 司空見慣的 小辣 第一個情報就是 很多女生一坐下來 就開始擺姿勢 因為這樣腿才會長長的對不對 還有人呢 會習慣這樣子 有這樣嗎 感覺就會比較豪邁 還有人都會這樣子 就感覺好像比較舒服 所以今天第一個情報就是 長時間吞噬我們健康的就是 對 一定要 這個我在10年前 接受整集的時候 運動復健的老師就跟我講 翹腳是影響我們的髖關節 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有吧 有 難免嘛 就已經有人在翹腳 現在就在翹腳 你們各自選擇一個 你們在輕鬆舒服的情況之下 你會擺一個腳的姿勢 你以不看到髒東西為原則 我們都知道 輕鬆欸 輕鬆欸 3號擺在什麼 誰輕鬆 你這個要很輕鬆 你這個要很輕鬆 你不要這樣子囉 千萬不要做形象 千萬不要做形象 沒關係 內容就很自然 來啊 我們都會有編號 球隊一歲了 就這樣做對不對 1號 妳這樣跟3號是不是很接近 但我會斜的 我會這樣靠著 我是直立的 妳這樣做輕鬆 我就是腰會這樣蹦一下 但是我自己會有一個小撇步 因為我會 我也輪流一下 輪流會交換 讓那個髖關節平衡一下 沒有人不交換的 有人不交換 好累了 就換一下 對啊 都會換的 如果你真的傾斜了 你可能只會習慣那一邊 就一直翹那一邊 真的骨粉腸傾斜之後 你就只能翹這邊 這邊就 卡不上去 有可能 會喔 對 就他們的專業領域 你們自己看就要 自己判斷 牌子請準備 1 2 3 4 你認為他們的症狀 可能會對你產生 健康上產生非常大影響的 是幾號 請插牌 有不一樣的答案 1號 1號妳的票數最高 是嗎 妳的票數最高 你們兩個是孔雀的 我們現在開點 你一直選1號 他 為什麼 為什麼 在我們膝蓋的外側 這邊有一條神經叫腫斐神經 像我們1號的主持人 他翹起來的時候剛好會 他的左腳剛好壓在他的右腳 的膝蓋正上方 剛好就會頂到這個神經 如果說翹腳 翹久了沒有換 就是沒有換姿勢一直壓著 可能會導致我們的足環那邊 會比較麻木 或是有麻痺的現象 像 像剛剛有提到說他會 換姿勢是很聰明的 大概每2到4分鐘換一次 對於這個壓迫可以緩解掉 而且不會讓他的腰椎 或者是骨盆固定傾接在一邊 這裡是膝蓋 對 這是膝蓋 我們如果彎 這膝蓋正面嗎 這是正面 如果彎得太厲害的時候呢 這個會直接這個病骨 會壓迫到我們骨骨上面 甚至於會當 還有因為它是 是斜一邊 所以有時候壓力會不一樣 所以呢 這是翹腳呢 這個原則上是要注意不要太久 最好左右輪流交替 我們的肌肉可以獲得平衡 壓迫的地方不要壓迫太久 慕蓉先生 你只選擇了4號 沈建宏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看到其他幾位 1號 2號 3號 雖然說做 但是至少還是有算正 所以基本上 其實你看我們人體自然的體態 我們的那個重心壓力 還可以在屁股一直傳送到地面去 但是那個健鴻胸 因為它是往後躺 所以它變成說 後背處有一個受力點 屁股有一個受力點 但是中間的脊椎骨 是一個整個腾空的狀態 其實如果做時間久了 這部分是會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 我都會建議在後面 可以再多加一個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是要做到底會比較好一點 腰部有支身比較好 比較不受食 比較不會 它不會吃力 貼背是最好的 不要讓它騰空 傷腰 了解 屈梅姐跟這個魏智瑋醫師 優國優民的急診科醫師 都選擇了同樣的答案 為什麼要參考隔壁的答案呢 為什麼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如果是3號跟韋威比較起來 她上半身是比較不正 對 就是圓芸可能跟慕容先生 講得差不多 但是韋汝我特別要提 像我們俏腳 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姿勢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膝蓋本身 它因為韌帶拉扯的關係 它其實頂住 它其實就已經在受力了 你如果把另外一隻腳 壓力壓在它的上面 其實它這個 對 即便是它會換 再來是我會特別要提韋汝 是因為它還把上半身重量 放在它的腳上面 就這樣壓著 對 其實再讓這個壓力加上 我曾經就遇到一個老闆 那他其實每次來急診 他的原因很多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就義記錄 他每次來就是 而且他事物很忙 但因為他的那個 講話的方式就是真的是很發現 來 年輕人 我就是一個助手 我和典戒一樣 他每次來就是關節疼痛 其實經過了幾次之後 我們長期處在這樣子的 真的要多想一點 其實他每次在描述 他不舒服出的膝蓋以外 要嘛就是膝蓋 要嘛就是寬顧 甚至他會說他的腰部不舒服 做任何檢查都是正常 他就發現他其實 聽他的語言 他真的是很喜歡教訓別人 所以他其實他說他工作的 他工作他常常對下廚講話 他就是很習慣是這樣子 我就說這是有點談判式的那個 因為這個其實是蠻有氣勢的做法 對 他身體微前景 其實他都暗暗的 其實都一直在損傷他的關節 我們做這個動作 除了我們膝關節以外 其實我們的髖關節 也會有不正常的受力 再加上因為你身體前傾 其實我們 舉個例子我們早上刷牙的姿勢 我們只要身體上半身 稍微前傾這樣刷牙 其實我們腰周圍都 對 所以你不要小看身體前傾 還有你往下壓的這個動力 所以他才會來表現說 他就是膝蓋 他的髖部還有腰部 同時都會不舒服 來 詩妹姐的答案跟她是一樣 請補充 對 其實我一開始 本來是想直接選韋如 但選她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真的比較常看到她 沒有什麼 還是我們都可以得罪 妳不覺得也不好 對 這我待會兒說 其實分幾個層面 就是其實女生都知道 女生有時候穿裙子比較漂亮 為什麼我會說常看到她有問題呢 是因為 韋如每一次這個為了藝人 為了要這個看起來比例比較好 所以通常裙子比較短 比較短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會有曝光的問題 這不管是藝人 或是一般的女孩子都會 所以通常只要你穿的是裙子 或是太短的褲子的時候 越是怕曝光你就夾得越緊 所以剛剛她講的這些 所謂的壓力什麼的 其實有一部分是來自這個問題 夾太緊 對 所以她其實這一個部分 法則是 我覺得是這個 藝人朋友或女孩子 自我要求高的時候 就會不自覺的翹腳 這個動作是來保護不要曝光 改褲子或者是 集吸以下的長裙 其實你就會比較 比較不會一直去翹腳 也不會夾得這麼緊 為什麼後來再加上這個窒息 最主要的是 我們提到的自我要求 還有一個是叫 為什麼呢 你看每一個人的坐姿跟這個 在節目上的表現 尤其剛開始我們都沒講的時候 那時候是妳 妳就是工作的現象 每一個人 像比如說尹瑋如跟這個佳麗姐 他們兩個都是上半身坐得很正 但是這時候自習是很放鬆的 所以她通常會側一邊 所以通常這種情況下 妳除了翹腳以外 妳的上半身的肩膀 其實也會變胃 對 因為她的工作還是藝人 我們真的就有遇過一個朋友 她說她是 她真的是求助無門 她每一次都會覺得 左手整個瞬間無力 會痛到她要去急著是打針 所以她後來就覺得 好像這樣針得不對 所以她就來醫院看 她在講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看到她的肩膀是上下 一高一低的 一高一低 想一想 她真的沒想過 想一想 對 她肌部不會夾另一邊 因為夾久了這個地方的肩膀 已經高起來 已經習慣了 合併她有翹腳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 幫她去照S光 從頸部跟我們的腰部這個部分 她是除了肩頸高低 跟她的頸椎已經變化以外 妳就從她的胸椎到腰椎 所以她其實已經 從頭到腳的脊椎全部都變位置了 好可怕 這個可以矯正嗎 我後來真的是轉給腹腱科 但是那個我就比較保守 因為她真的轉的位置可能比較大 有時候不一定 腹腱科就有辦法處理 只要夾另外一邊會恢復嗎 如果她提早一點 所以為什麼說心智狀態很重要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在做工作 我遲時有提醒自己 我應該要作證 我應該要這個位置改變一下 妳或許就不會一直用單邊 妳就不會一直維持一個姿勢 因為當妳的角度大到一個程度 恐怕妳不是找腹腱科 是要找 這樣要開刀 可以跟骨科一支諮詢一下 因為我有不知道什麼時候 再幾年間就聽說 不要夾的電話 對 還曾經有人這樣子的姿勢 突然間中風死掉 這樣講電話 這樣拉小提琴的人怎麼辦 他總不能跟妳邊拉來 她是支持傷害 對啊 那是工作傷害 她也是職業傷害 所以拉小提琴也會有職業傷害 對啊 像全嘉莉這樣子 像嘉莉這樣做得跟親家母一樣 親家母 這講是什麼 親家母 如果她真的 腹肌有力 比如說嘉莉她現在的 如果裙子是更長 通常她就可以做這樣子 其實做這樣子就算是比較好一點 而且我一定下面墊一個腳凳 這樣子踩上去 讓腳不要有任何翹腳的習慣 因為我每一次翹腳 有時候去主持活動或者什麼 就這樣子啊 很優雅的 然後要 脊椎也要擺得很正 然後 其實 這樣子更像親家母 你是說我的衣服就對了 沒有 沒有 就整個這樣 整個感覺 真的嗎 這個氣場 那這樣就像不像親家母了 先不要 不要 放一架 放一架 親家母 然後放一架 這樣子放一架 有一次 先戴拉起來就變包模 變媽媽桑 有一次我活動下來之後呢 我居然發現我下半身 完全不能動 好痛好痛 她剛剛不是說要換腳嗎 所以為什麼不換腳 但因為 群床太窄了 在換腳那一剎呢 可能會被拍到 會曝光 所以我就一直擺一個姿勢 不敢換 就那一次我回來復健了好久 我要是妳的話 我就裡面就會貼一個 那幾招就貼頭 然後不怕 老師教人每次每一 自己脊椎卻慘迫不堪 她長期低跑 頸椎的韌帶已經蓋滑了 她還有腰椎的問題 長期就坐得很漂亮嘛 腰要翹腳 然後呢 身體歪一邊嘛 所以她的腰椎還有滑脫 她來的時候呢 整個 可是每次每一 不是叫我們正確姿勢嗎 是啊 一直擺一個姿勢 不敢換 就那一次我回來復健了好久 我要是妳的話 我就裡面就會貼一個 或是貼草莓 就貼草莓 自己花一個草莓 自己弄一個草莓 後來自從那一次之後呢 我自己在做 譬如說真的要長期的工作 我一定是這樣子的姿勢 會好一點 妳這腳是全空 對 但是我要至少 我可以稍微把它併起來 對 椅子對妳來講是不是太高了 因為太 腰一定要挺直 好 我們復健科跟物理治療師 疑似舉了四張牌 有沒有想法可以做個總結 好不好 沈向我們先來 其實翹腳沒有正確的翹腳方式 只要翹腳 其實妳的整個骨盆都歪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全家裡 她現在腳轉來說維持正確的姿勢 她應該很習慣 她左腳翹到右腳上 對 所以她現在 縱使回到正確的姿勢 她的左邊的骨盆都還是比較高的 身體都還是不自此 其實有時候病人走進來 或是她的姿勢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她是喜歡翹男之腳 其實妳骨盆外 最常見的就是髖關節 往上就會影響到妳的腰椎 兩邊不平衡 屁股深層梨狀肌 好長的名字在哪裡 大概 它是在屁股臀大肌裡面 非常的一條小條 很像梨子的一條肌肉 很多人都是屁股 摸不到 很多人都是屁股某一點特別痛 通常通常是最常見就是翹腳 而造成的 其實翹腳都會造成很多 不是只有腰椎的問題 會造成肩頸的問題 就像我有一個例子 大概30幾歲 她大概是電話行銷的女生 她一來我的診階就說 她左邊的這個肩頸L型 非常的痠痛 她是說她做這個工作 大概三個多月的時候 她這個地方都非常緊繃 我就幫她照個S光 也做個檢查 其實頸椎的弧度也都非常正常 也沒有什麼椎間盤獨處骨刺 就是筋膜炎的症狀 那就安排了她做一些復健 還有打針這樣子 可是幾次的門診 她還是沒有比較改善 可是我會觀察到 她進來的時候我整間 她一進來就會左邊靠在我的整間 右腳翹過去說 醫生啊 我還是很痠痛 每一次進來她都是這個姿勢 我就問她說 你的工作是怎麼樣 她就說 我的工作就是一個L型的 我的電腦在這邊 我要打電腦 我說你會不會常常這樣子 翹右腳翹過去 她說對 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一進來就是這個姿勢 所以的話 你一開始的話 你翹右腳翹過去 你就會造成怎樣 你右邊的骨盆比較高 你右邊的骨盆比較高 你脊椎就開始歪了 你脊椎開始歪的時候 你上面的頸椎還有頭 你為了要保持平衡 因為你不可能這邊高 你會這樣子吧 不可能這樣做事 你一定會為了平衡 你左邊就會比較高 你左邊比較高 你做事的時候 因為你要翹腳 要維持平衡 你這個地方就會一直很緊 那 所以我就回去跟她說 你回去不要這樣子靠 也不要翹腳 經過這大概一個月的調整 這個地方就慢慢比較好 也不太需要說 一直在做膚淺或者是吃樣 所以你姿勢的改變 對 有時候不要小看一個翹腳 它會影響到你的頸椎 甚至到你整個關節都會錯位 漂亮 胡丁中 吳醫師 請補充 剛剛我們陳醫師說這個 翹腳沒有正確的方式 其實翹腳是錯誤的 完全是改變我們脊椎的 一個正常的曲線 我們來看 講得這麼嚴重 對啊 所以你剛剛我們這個 所以沒有一個是對的 只要腳有翹起來就錯 所以四個都錯 翹起來就是不應該 我沒翹 不能翹 有啊 那這親家母怎麼辦 親家母怎麼做 親家母的問題就是 她把腳 她整個對不對 譬如說假設 這個是我們的正常曲線 腰椎其實是要前凸的 摸摸看嘛 你如果現在翹腳的時候 摸摸看它有沒有在前凸 剛剛親家母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她做的時候 我叫全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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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我們這個全姐說 這個呢 她要墊一個 她要墊一個木箱 對 這個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她的腳有一個著力的地方 對 事實上呢 事實上我們的脊椎呢 我們有一個 在骨盆的地方有兩個地方 在屁股正中要有兩個坐骨 這個坐骨呢 就是要讓我們坐的 我們坐在坐骨 再來呢 就是 我們兩個膝蓋是要負責支撐 整個上半身的重量 所以呢 當你在翹腳的時候 我們在翹的時候呢 坐單邊嘛 譬如說你翹右腳 翹右腳的時候 整個身體就往右邊側了 往右邊歪 你的腰椎就側彎 整個側彎到左邊去了 對 所以 當我翹右腳的時候 你的重量是不是都放在右邊的屁股 對 所以呢 你的腰椎呢 整個是往右左邊側彎的 側彎的 然後呢 再來你的腰椎 整個彎腰往後靠 我有可能只翹腳 但是上半身圍織非常的筆直嗎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就不舒服 這樣很舒服 可以耶 我們兩個劈 你脊椎兩旁有豎脊肌 兩邊的肌肉的 因為你下面已經改變了 它的生物力學的結構 你醫生其實去摸兩邊的脊椎 張力都不一樣 張力不同 對 久了就會出事了 這個是我們最近一個患者 他其實就是一個 美姿美怡的老師 他長期低頭 低頭 低頭子 他長期低頭 所以呢 它造成 頸椎的韌帶已經蓋化了 所以他來看我的時候 是整個肩頸痠痛 這個三根手指已經麻了 不僅這樣子 他因為之前還有騎車摔倒 所以呢 他還有腰椎的問題 腰椎呢 因為他長期 長期就坐得很漂亮嘛 要翹腳 然後呢 身體歪一邊嘛 然後呢 還有彎腰駝背 所以他的腰椎還有滑脫 第四節 第五節滑脫 所以他來的時候呢 整個大拇指是無力的 膝蓋彎曲也是無力 然後呢 腳是麻木的 可是美姿美怡 不是叫我們正確姿勢嗎 是啊 那個是好看啊 但是不健康 好健康 那我們應該要不示範一下正確的坐姿 好 我們椅子的選擇 最好呢 當然是這個骨輪 大腿骨的關節比膝蓋高一點 這個高度是 高度最適合成哥 你看 我們平常是這樣彎腰駝背座 對不對 對 整個腰就彎下去了 我們現在呢 上半身的重量 都壓在哪裡 壓在腰椎 腰椎 然後呢 背更駝了 要不要轉看看 背是不是更駝 對 更彎 第二個 它脖子往前掉了 垂頭上氣 所以這個耳朵呢 耳朵跑到肩膀前面大概將近三吋 所以它頸椎的壓力 我看到一個女生 很喜歡她 前面第一天都練個四五百下 對啊 因為隔天那是說大腿很痛 屁股很痛 接下來就是尿尿就不利了 他在那邊好痛 好在他提早來 我們趕快給他補充不夠的水分 不然他可能就會被人家急性的洗腎 這個耳朵呢 耳朵跑到肩膀前面大概將近三吋 所以它頸椎的壓力多加三倍 它的頭可能有10公斤 我們正常 頸椎的壓力應該是 耳垂跟肩膀對齊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頸椎的壓力 就是這個頭的重量 這個頭的重量 所以呢 來 我們請Darling 來摸摸看他肩膀是鬆得還緊的 很緊的 很緊嗎 還蠻緊的 那妳還沒摸到更緊的 那更緊的 妳看 好 更緊的這樣子 來 Darling 妳再摸一次 超緊 超緊的 好 OK 妳看喔 如果這個姿勢不對 其實會影響 不僅是腰椎 胸椎 影響最大的是頸椎 剛剛那位美姿老師 為什麼他會有概化 因為他長期這樣低頭 所以妳看 我們看一下誠哥 誠哥在低頭的時候 妳看 請他往右轉 往右轉 盡量轉 我們正常要90度 但是他現在只有不到45度 來 轉左邊 盒哥 左邊 左邊也一樣 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45度 好 我們再來 改鞋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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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轉右邊 把手機拿掉 來 轉右邊 還是有差 有差 比剛剛多一點 60度 好 來 轉左邊看看 坐定會比較 坐定角度比較好轉 這個併入高方 還真的蠻緊的 真的蠻緊的 我們都會看到後面 誠哥 所以我們正確的坐姿 應該是 把我們的重量放在兩個坐骨 兩個坐骨 坐骨 對 屁股中間 硬硬的地方就叫坐骨 第二步呢 是把身體的重量擺在哪裡 擺在兩個膝蓋 膝蓋 對 所以我們的拳節 它要墊一個木箱 會比較舒服 就是因為 你腳踩在木箱的時候 你把身體的重量 稍微分擔到兩個膝蓋圈 來 這個時候 你再摸摸看 打臉 好軟 有啦 真的有軟一點 真的比較好一點 真的有差 這樣講 這樣講有沒有舒服嗎 很開心啊 這樣聽起來會舒服 舒服多了 好 好 告辭 告辭 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短時間改善 你俏俏的話習慣 其實你可以準備一個袋子 其實我們平常人 一般的坐姿其實腳都會外擴 你很容易造成你髖關節往外伸展 就變成說髖關節會錯胃 還有火噴的位移 我會建議說你們可以拿一個袋子 像有時候我看診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綁起來 扶到大腿這個地方 對 我可以綁一下丑哥 懸良刺骨的感覺 就是平常你做的時候 對 你可以 你現在綁起來 這也是我坐飛機常坐的事情 我會建議就是給它綁起來 這個綁起來 對 你整個過前當中就不會那麼累 你就不會外擴 你的脊椎也會比較正 你就不會想要翹腳 而且這有訓練到你內側肌 對 你就給它綁起來 如果你要上廁所要記得解開 好 我覺得 好怪 對於長時間的上班族久坐的 我會建議你要綁一下腳 會比較好 因為你平常坐姿 你不可能這樣子坐 你就會放鬆 不然就翹腳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腳 小工具部買個繩子 然後綁起來 你不需要綁得很緊 你只要讓腳不要外擴 就可以改善了 其實它這樣綁起來以後 我的腳就是自然放進去 因為它不會打開來 對啊 它整個會一直鬆 那個如果孩子從小就開始翹腳 對它發育階段 影響它的生長發育嗎 會不會影響到 會 而且我其實今天我們剛剛在講翹腳 還有一件事情或許也不是很好 剛好大家沒有講到的 盤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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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有人很出入的 對 但是實際上這個也是 不正常的生理結構 我自己遇到的是 它其實已經國小一年級 下學期了 但是它媽媽帶來是說 我是右邊的 髖關節這個地方的疼痛 其實基本上如果單一個地方的疼痛 我們就比較不會想說什麼 特異性關節 我們大部分都會想到 你有沒有可能是去撞傷 或者說局部地方的感染 你有沒有同時高燒 我怎麼檢查都檢查不出個什麼 花樣出來 但是發現它真的 連這個孩子國小一年級 坐在我面前 後來我仔細問了媽媽 那個媽媽是一個 日本的那種傳統習慣的媽媽 她媽媽才說 她兒子從大概四歲 五歲 就去學一些日本的東西 什麼圍棋 什麼插花 插道 男生他也讓他去學插花 這些過程裡面都是盤腿的 她上國小一年級之後呢 她去到學校也是盤腿 老師跟她說 我們現在在上國小了 不能盤腿 她就用盤腿的姿勢呢 放一隻腳下來 就說我沒有盤腿 所以就變成是翹腳 所以換句話說 它上面這隻腳 其實是橫靠裡面的 它不是像我們平常翹腳 可能只翹在膝蓋而已 它是非常非常靠裡面的 所以到最後這邊的髖關節 就非常的疼痛 媽媽其實注意到的 並不是小孩子很痛 媽媽還發現說 她其實走路的時候 因為這邊會痛 她就有一點往前彎腰 所以其實她也有一些駝背 所以其實小朋友 不管是這個翹腳 還是這個盤腿 也都不理想 我們今天把這個翹腳 當成一個話題 首先就讓大家來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一直聽到有人在提說 不要翹腳 可是沒有告訴你為什麼不要翹腳 所以影響發育 哪有影響發育 舒服就好 要一直這樣子出來 接下來小辣情報員 來 提供什麼情報 接下來這一個奇怪的習慣 就是所有的女生都夢寐以求的 頂口口的卡層 要一個蜜桃臀 我們就必須要做這個 深蹲的姿勢 但是你不知道 深蹲的姿勢 它其實對我們身體 有非常大的危害 勤練深蹲 如果你的姿勢是不正確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膝蓋 髖關節 甚至到最後可能要 洗腎 這不會正的 勤練深蹲 起碼這三年已經流行了 三 五 年 沒問題 這個怎麼說 有這麼嚴重嗎 來 骨科 王偉勳醫師 這個模型 你看這個紅通通的 就代表這個 我們練的這些區域 肌肉都非常的多 那肌肉一多的話呢 對 幾乎是肌肉最多的頂部 對 我們等於是身體的第二個心臟 那我們在練習這個 我記得我一個病人 他是高中生 高中生在他就是青春期情竇初開 看了一個女生 很喜歡他 我想要學那個 韓國的那個少年團體 要有一個很漂亮的屁股 就開始練深蹲 前面第一天就練個四 五百下 隔天就是說大腿很痛 屁股很痛 接下來就是尿尿就變成 後來就來急診室 兩隻腳不能走 尿尿的顏色非常深 這個就是我們 練深蹲會影響尿的顏色 他一天練四 五百下 一般我們如果肌肉群的訓練 一個肌肉大概每次做 八到十次的一個訓練 大概是三到五個循環 大概就夠了 但是他為了要塑效 所以他以為就是多做幾次 結果這個肌肉 他的營養功能不夠 他就 肌肉就受損了 這產生叫 他這個肌肉裡面的蛋白叫做 就釋放出來 它就會塞住我們的腎臟 那我們腎臟的功能就受損 那就是說尿裡面 可能可以驗出來 肌肉的球蛋白 還有我們那個 一些肌肝醇的東西都可以驗得出來 好在他幾早來 我們趕快給他補充足夠的水分 讓他的腎臟可以正常的 把這些肺物排泄掉 不然他可能就會變成要急性的洗腎了 你也深入練到洗腎 這什麼關聯 對不對 這有什麼關聯 我們是有朋友騎飛輪 騎到橫紋肌溶解 對 騎飛輪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也是過度 還是是補的水量補到多 是過度嗎 通常都是那種 會發生在假日運動員 還有像馬拉松其實很盛行 有些其實你就是 我們醫學叫做T-Color Uri 就是說你那個尿尿很加茶色的 通常都是年輕人會常見 有時候你過於運動 尤其是在古勢頭肌 你那個橫紋肌溶解 它就會溶到尿裡面 你尿尿的時候就會有深色 所以當你過度運動的時候 你尿尿又有深咖啡色 你就要特別小心要馬上去看醫生 所以就是很好的提醒 像之前那個柯市長 就從台北騎到南部 一天這樣子來回 所以很多上班族夢想的 都是從台北騎到墾丁去 柯市長都能 我也可以 對 有一次有一個上班族的 上班族的小姐她就說 我要來參加腳踏車團體 從北部騎到南部 結果還沒騎到南部騎到彰化呢 就被送來急診室了 彰化兩腳很痠痛 也是一樣 尿尿尿尿出來的顏色就是 不是像茶啦 就是可樂的顏色 我們跟他說 他說醫生你可不可以再幫我 打個止痛藥 我要繼續騎 柯市長行 我也行 但是柯市長應該是有練過 他應該事前有做過一些訓練 因為每個人的肌肉 可以承受的這個 一次的使用應該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從來都沒運動過 所以像這樣騎 雖然腳踏車很好 但是他的平常的體能沒有訓練 他的營養沒有辦法供應他的肌肉 他就產生橫紋肌溶解 我們就拜託他 可不可以不要再起了 我們給他安排住院 趕快補充足夠的水分 讓他的尿液減化 讓他這個腎臟的功能趕快恢復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就是一時興起 就某一些肌肉的訓練或是運動 做得太多 這樣會導致這個橫紋肌溶解的產生 所以應該產生是影響到一輩子 一輩子 我們會深蒸的舉手 我也會 都會 都會啊 對啊 太好了 那個佳麗姐 妳先 妳先休息一下 妳這樣是親家屬的 曾芷希示範身 亂在浴室眼中不及格 他們都說膝蓋絕對會不會超過腳踏 然後就這樣子 我對骨盆的靈活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膝蓋不要超過腳踏 提出一個錯誤的概念 因為 他一直不要讓膝蓋超過腳踏 還是他的藥物 最深蒸的舉手 我也會 都會 都會啊 對啊 太好了 那個佳麗姐 妳先 妳先休息一下 來 來 這是厲害 你這樣是親家屬的 親家屬 你這麼笨蛋 我們接仇了 我們這種是 這種粗活讓年輕人住的 讓我來 好 因為我之前也去出寫真集 我也是每天練深蹲 而且我是有請教練教的 整個狀態有沒有 什麼實際的展開出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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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死了 接死 反正就是要以肩同寬那些 他們都說膝蓋絕對不能超過腳尖 對 然後就是你要像是 後面有一張椅子的感覺 你要往後座 對 往後座這樣 然後上來的時候要 夾 要往內夾 收回來 對 然後再做 然後膝蓋也不能這樣子 所以要都一樣 往前面 然後上 收回來 然後又這樣子 唉唷 這骨盆很靈活 有沒有 唉唷 我好標準 妳在冒什麼 嚇唷 妳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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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唷 妳嚇唷 嚇唷 妳嚇唷 嚇唷 莫名其妙 陳向宏 陳醫師 其實我很喜歡做深蹲 我也很推薦我病人做深蹲 可是有三個部位的 有問題的人或是 有不舒服的一定要注意 所以對不起 所以我們只要不是勤練 我們只要有練就好 不用勤練 像剛剛說的那四五百下 那就太過分了對不對 其實有三個地方你要注意 如果你膝關節有問題 跟髖關節有問題 跟腰有問題 你這三個 你一定要找專業的教練 指導你才是 可是深蹲又對這三個髖關節 是非常有用的 這三個關節 第一個它可以使大腿肌肉非常強壯 第二個就是使臀肌非常強壯 曲線會很好 第三個使腰椎跟你核心的控制很好 你的曲線會很好 可是如果你這三個地方有問題 你就要詢問你的醫師或治療師 看看要怎樣做深蹲 像剛剛智希有做一個 她有講到一個重點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其實這是一個 因為 教練是這麼說的 因為以前是舊的觀念 可是現在新的觀念 絕對不要一直專注在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因為你剛剛看到她的動作 她一直不要讓膝蓋超過腳尖 但是她的腰會過度的厚腕 因為你為了不要讓自己跌倒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說你為了不要跌倒 你就會身體去代償 你這時候腰就會有問題 就像我有一個50幾歲的阿姨 她是膝蓋退化性關節炎 那時候她就看電視上說 練深蹲對膝關節 大腿骨勢頭肌訓練最好 她就每天就在練 可是她在練完三個月的時候 她開始腰痛 腿開始麻 那時候來我的診間去照 才發現說她有一個 我都問她說你到底是怎麼了 她說她也沒做什麼 她就是膝蓋關節炎 教練就要練深蹲 我就要你蹲給我看 再整間 結果我就看到她蹲 因為她說 電視上都說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所以她每次一蹲下來的時候 她的上班次都會這樣 所以她就像曾智希那樣 對 所以她的腰椎的弧度 就變成很不正確 她沒有維持一個筆直的正確 學正確的 妳的膝蓋其實大概是落於腳尖 這個級別就差不多 但是如果說 妳是腰跟髖關節有問題的話 其實妳的膝蓋是可以超過腳尖 妳坐的姿勢 其實妳就要 妳可以拿一個椅子 放在妳的後面 妳坐的感覺 妳要想妳大腿要出力 跟屁股要出力 妳就往後往下坐 妳要維持妳的背跟 是一個斜的挺直的狀態 所以是一直線的狀態 一直線 妳的膝 妳的屁股其實 如果你膝蓋是有問題的 妳不要蹲到那麼低 妳蹲到那麼低 妳膝蓋就有問題了 是的 承受的壓力太大 大概我會建議說 妳大概90度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妳維持身體的平衡 對 這樣辦什麼 三個地方要用力 第一個是肚子 第二個是屁 第三個是大腿 你感覺做完的時候 你這三個地方沒有酸就擺做 大概做幾下呢 其實你一開始初學的 你可以 一次十下做三組 你可以先做八到十二下 一次做三組到五組 你做完算一天都正常 但是如果你算三到五天 一個禮拜就是表示 你可能知識錯誤 或者有運動傷害 但是做完 三天之內叫做運動痠痛 超過三天叫運動傷害 對 所以就是做完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評估 如果說做完之後 還可以去看電視 吃零食 那就是沒有訓練到 你做完的時候 你要很酸才有效果 至少要酸一天 之前就出血症 所以我每天都會練深蹲 而且我一次大概做30下 大概做四 五組 因為我後來練到一般深蹲 我都覺得強度不夠 我要舉那個壓力 負重深蹲 我通常姿勢會正確 但那最後一顆 要放下啞鈴的時候 就輕鬆了 我就這樣放 我那腰瞬間就是會傷腰 或者是我拿的時候 我是這樣拿 膝蓋要微弄 對 她就說不行 你要這樣子拿 放的時候也要這樣放 所以那個時候我的腰也會痠 像我姐姐也是 在家自己看影片練深蹲 她那時候姿勢也都不正確 她是後來腰痠變腰痛 最後整隻腳麻掉 麻掉之後她開始變痛 連走路都不太行 後來她去看 因為我姐姐也是護士 後來就自己去復健科看 她的腰也是那種 椎間盤突出壓到神經 所以她現在是任何的 重訓她都不能做 就只能一直復健 深蹲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運動 適合一般人大家的 一起來做這樣的運動嗎 來 王醫師 深蹲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它可以有效的 強化我們的核心肌群 包括我們的負直肌 負紅肌 還有就是我們的大腿的 骨四頭肌跟 後面的這個骨二頭肌 但是呢 她做的時候 剛剛那個陳秀有提到 就是我們要記得三點一線 我們後腦勺 我們的背部跟我們的腰 應該是成一直線 如果你的腰往前彎 那你一定做到後來會腰痛 你如果脖子往前彎 你的脖子後來就會痛 所以一定要注意 這個是要循序漸進 知識要正確 如果呢 我們是曾經受過傷的人 包括膝蓋或是腰有受過傷的人 可能要到健身房去練 他可以用單獨的肌肉訓練機 他可以訓練你的骨四頭肌 可以訓練你的腰肌 但是你是躺著做的 你躺著的時候你的 你的後腦勺 你的背 你的腰是一直線 那不會負重 所以你就會比較好 另外膝蓋如果十字韌帶 像我們膝蓋裡面 是有十字韌帶跟側腹韌帶 如果他有受過傷他會不穩定 這時候深蹲的時候 他可能大腿骨相對 這個小腿骨會晃動 那你的膝蓋會在那邊摩擦 反而會更糟 那如果是老人已經退化性關節 千萬不要蹲小於90度 那你要練習深蹲之前 可能要練習一下 骨四頭肌的這個訓練 單獨只是坐著把腳伸直 那個大腿用力 腳踝上翹 大概一次大概是15秒鐘 有人說一年之際在於春 一日之際在於晨 所以早上做好的事情 對一整天的身體健康狀況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其中選擇好的早餐 其實對身體除了健康有幫助外 其實也可以增加我們的睡眠品質 在這裡推薦三種好的食物 第一個是 第三個 其實你在早餐裡頭 可以加上水果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以上的三種食物 它都有共通性 就是它含有豐富的 酸胺酸是我們血清素的來源 血清素是著名的 它可以幫助我們 除了心情可以比較愉悅以外 它對睡眠品質的提升 其實也很有幫助 所以如果你本身 有睡眠問題的人 不妨加上以上推薦的三種食物吧 你要練習深蹲之前 趕快練習一下 股四頭肌的訓練 單獨只是坐著把腳伸直 大腿用力 腳踝上翹 一次大概是15秒鐘 如果要做強化板的話 可以在大腿跟小腿中間 就是 用力夾著兩腳伸直 可以把股四頭肌訓練得很好 這時候如果肌肉很強的時候 要來練這個深蹲就會 比較不容易受傷 所有的身體線條一定要有人幫忙 才能練得好看 對 必然是這樣 對 生活中有許多的小習慣 都一點一滴在影響我們的健康 如果再有一些不正確的姿勢 搭配上來 我隨時等著受傷 也等著身材走樣 因為它不會越練越好 對 所以希望所有觀眾朋友 隨時多多的留心 不要讓這些壞習慣吞噬了你的健康 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 禮拜五的晚上 九點到十點 中天正我台 三十六頻道準收看 金牌大簡碟 祝各位身體健康 晚安 拜拜 謝謝